副总领监财政部长黄勋才呼吁企业支持员工提升技能 否则可能面临难以挽留和吸引人才的挑战 黄勋才在访谈节目中说 虽然雇主在短期内将面临成本增加的压力 不过长远来说 这个投资将获得回报 为了协助国人提升技能和就业能力 黄勋才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为年满40岁的国人 提供额外4000元的技能培训补助 黄勋才也指出 我国身为一个小国将会不断面临劳动力市场吃紧 以及较高运营和人力成本的问题 当局正通过援助配套等方式 协助企业提升生产力